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四川省江游市官方微博5月18号发布通报 5月17号晚 马脚镇沉水村六祖梯子岩山间小道 发生一起黑熊袭击村民事件 事件造成三人死亡 据通报5月17号19时许 马脚镇沉水村六祖村民唐某送二儿子周末返校 路过梯子岩处遭遇黑熊袭击 其子侥幸逃脱 逃生过程中沿途呼救 唐某的亲属苏某为迅夏山 前往梯子岩处寻找唐某过程中失联 接到报警后 江游市公安指挥中心市应级指挥中心 指令马脚镇二郎庙派出所及120急救先期处置 唐某被发现时已死亡 苏某下落不明 江游市政府呆满领导随即调集公安特警 刑警森警 以及自然资源局等职能部门和基层干部增援处置 组织现场封控 人员搜救 群众避险等工作 权力搜救过程中 参与搜救的马脚镇沉水村八组组长朱某遭黑熊突然袭击死亡 5月18号凌晨二时许 搜救的公安特警与黑熊正面遭遇 为确保安全将黑熊现场击毙 5月18号凌晨六时许 搜救人员发现失联的苏某其一死亡 此次黑熊袭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 國安特警报 2分